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一瞬间 他除了惊吓 尖叫 心中唯一想到的便是呼求 神啊救我 就在这时 他忽然注意到 高速公路旁边的水泥台上面的右脚有一个灯柱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机一动 他立刻决定将车去撞那个灯柱 这样或许可以将车停住吧 果然 车子被那根灯柱停住了 而全车的安全气囊这时全都爆出来 这些事情全发生在一瞬间 这名姐妹在车中呆呆愣愣地坐了好一会儿 才感到好像没受什么伤 微微站站地下了车 回头看看车子 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 而等到赶来的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照了X光做检查 居然只有两处瘀青 没有任何外伤或是骨折 等到警察也赶来医院找她做报告的时候 还很惊讶地说 看到车子的状况 以为你会是受重伤呢 想不到你状况这样好 我都为你感到高兴 如今三个星期过去了 我的朋友回想起来这件事仍是有有余计 不过他也满心地感谢 感谢神在千军易法的时候保守了他 他想起圣经诗篇当中第十八篇第六节说 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救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救 入了他的耳中 如今这位姐妹只要有机会就向人讲说这场奇妙的车祸 因为她愿意更多人知道 人生在世 虽有危难 但只要向神呼求 她是又真又活的 满有慈爱与怜悯 这一位神必听见我们的呼救 拯救我们 而你听见了这个见证 是否也愿意现在就向神呼求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atgmail.com 52mtalkat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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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吝点赞 订阅 满划